還記不記得這位日本野人呢? 三年前由東京搬到群馬縣過著深山的生活 我們這次就貼地點回來香港和他去取山京 好了,打完招呼就開始由夏曆到出發 在山頂開始走好像很容易 沒錯,沿途風景又美,拍照押Like也好 香港山頂的特色就是沿途有很多人行山和悶步跑 經夏曆到前往博富林水塘的方向一直都是走石屎地 所以都比較輕鬆 夏頓道可以看完維港的全景 然後就走到龍虎山了 雖然說行山最好穿淺色衣服 但是他由頭到腳都一身黑衣人的造型 我們就來個逐一解構了 每次行山必備的太陽眼鏡 穿上自己設計的T-shirt和短褲 輕薄透氣的功能當然不少 有別於傳統笨重的行山鞋 他的首要條件就是防水之餘又要輕 咦?背囊下面捲膠紙 原來是行山時為了防止蕩路 而貼在樹幹上認路用的 不如看看他的行山裝備 對啦 不懂中文的話都不要緊 像電視畫齋 行山帶地圖其實真的很重要 他還寫下朋友推介的行山路線 平日行山大家都只顧自拍照 但是住在深山裏面的福山 就會邊走邊留意路上的樹木和昆蟲 原龍虎山競行 其實都很有深山feel 這次選擇了從山頂出發 然後走到博富林島 其實時間只需要一個多兩個小時 其實都很輕鬆 很適合結尾的時候 大家慢慢去散步走 好阿呢